各位觀眾,早安 歡迎繼續收看直播環節 來到這個問答環節請來的嘉賓 有耀才證券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遠慈禧在此,Harry,你好 你好 看看大市方面的情況 升173點,報23223點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份問題 可以立即打電話來 204-6566 或是電郵給我們ASK at bschannel.com 看看今天有甚麼焦點消息 也看到有藍車時代電器 編號3898 也出了一個盈利預告 也說頭三季的收入大升 預計到九月底的頭三季 順利到16億元人民幣 安年大幅增加超過8.8 我也跟進一下這隻 藍車時代 也是做一些信號燈 其實為甚麼可以看到 它的股價更加比 藍車、北車的升勢更加良麗 為甚麼可以做到這樣呢 如果看回藍車時代電器 一是它本身 如果你問為甚麼 股價會做得好 比北車和藍車 其實它本身的順利 的生長幅度 又是高於它兩間公司 另外一方面 其實這次的營起 我會覺得 大家會有少少 都叫做Expected 因為 其實如果你說 半年那份業績 已經是升了成倍以上 上來 除非你第三季 走走得很緊要 又或者是突然間有 突然的一些 虧錢的情況 如果不是 本身對於 那個增長力度來說 大家是無用質疑的 所以 我會覺得 股價表現上來說 現階段都計算 歷史試盈率 大概是17倍左右 都不是那麼貴的公司 你升成倍順利 一個形起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會覺得 股價表現應該更上一層樓 但當然 你計算 首三季和半年 增長幅度 其實就放慢了少少 你計算1.1倍 和首三季就88% 你硬硬去說的話 其實本身的增長幅度 是有個放緩的 但是 以八成多的增長來說 我都叫做收貨 投資市場 我覺得對於藍車時代 不需要那麼苛刻 我會覺得 未來的發展範疇來說 其實內地 或者甚至是 如果你說總理李克強 去不同國家訪問的時候 都會推銷一下高鐵 其實無論說藍車、北車 或者是藍車時代電器 相關的一些產品 都會受違反的 見到現價來說 是藍車時代 正在做30.5 今天都升約4% 最高位 見過31.35 好像那個動力 消息出來之後 都不是很足夠的 升完之後 現在 升幅就收窄了 你剛才都說到 覺得八成那麼多 都仍然是一個好消息 你覺得反映了多少 更上一層樓 又可以升到多少 股價由八月的低位 大概26元 升了四個半走上來 所以短期來說 我會覺得 高位31.35 這些位置 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所以 大家投資者來說 如果你說因為 你沒有貨 你因為這個營起而入市的話 我就不太建議 以往 因為它本身出了業績之後 會有機會有一個 好消息出貨 所以 我會覺得 短暫來講 31.35 是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未必那麼快可以突破到 看看第四季 我會覺得 中線我看這隻 大概都去到33元 如果你說 本身 這一層 真是有好消息出貨 反而是有個回吐的話 看看會不會30元 有機會買一買 駁上去33元 以年底之前 其實我都會覺得 藍車時代建議 那個業務上 都應該是一隻 頗穩固的股份 好啊 我們都趁著 還有時間 看看這個板塊 現在的表現是怎樣 中國中鐵建 升超過1% 做7.2 做7.2 而中膠建 升埋近2% 報5.56 中國中鐵 升埋近2% 做4.17 中國藍車 升埋近3% 報7.08 中國北車 升超過1% 做6.85 好啊 再去跟進整個板塊 其他的股份 包括1766中國藍車 和6199中國北車 繼續都有個升勢 其實都在說 就是中俄方面的合作 他們在高鐵方面 接下來就會有一個合作 去到起碼是2018年 都看到 俄羅斯方面 繼續有搞一些世界盃等等 都好像有一個很 迫切的 迫切性 要去開發 或者是跟中國合作 建造更多的鐵路 或者是 有關北車 南車方面的合作 其實你覺得 兩隻的股份來說 哪一隻會較受惠 其實在說 就是南車北車之前 又說有合併等等的消息 那個股價都好像升不起 這次中俄合作方面 其實之前都說過很多次 現在有更多的細節出來了 你覺得那個升勢又會有多少呢 如果你說 看回本身1766 又或者是6199 下半年 或者是這段時間 其實是應該他們的接單的高峰期 因為其實 中國那個鐵路總公司 也都會有一些的 訂單出來了 就是那些招標 對於南車北車來說 應該是那個股價上面 應該是有個刺激的作用在那裏 但是對於近來的股價表現來說 你看到就未完全反映到這些事實 例如我舉個例子 看回1766個圖 你會見到現階段來說 它依然是一個橫行區間正在走 所以其實 主要那個因素 就是中國鐵路總公司 招標的價錢上面來說 可能會令到他們的毛利率 有少少壓力在那裏 所以股價就橫行了一段日子 回應說明那條問題 俄羅斯方面 其實合作 大家都會知道 但是問題是 我是一個投資者 我只是會看 他真的買這些訂單 有些訂單的數字出來 我才會覺得股價真是動 一些框架協議 本身幾十年後都會繼續合作 我們都可能會有一個預測度 但是 1766或者 本身 6199 他就很容易 比較容易看 一有訂單 一中什麼標的話 他就會升 但是 你只是訂立一些框架協議 除非 本身 總理李克強或者習近平 出去外訪的時候 拿到一些新的國家訂單 譬如說 未來可能很威水的 去美國都可能會買你的高鐵的話 那就不同 一個消息來說 可能見到 因為憧憬美國方面 也有機會的話 這樣對於股價表現可能會有爆發性 但是 如果我們已知的國家 譬如說 泰國 或者俄羅斯 我覺得對於他們的股價表現上 刺激力度有限 所以 未來的走勢上 我會先看 上面 大大個頂 譬如說 中國藍車 7.6毫半的位置 現階段來說 沒有那麼快突破 除非 看到份業績 真是好對板 暫時來說 我覺得股價反映了增長因素 好 我們都跟進了這個基建鐵路板塊 都去跟進了另外一隻 執法了營起的股份 是中閘集團2039 都說到 預期截至到九月底頭三季的盈利增長 安年 是有五成至到一倍那麼多 介乎是14.6億 至19.54億元的人民幣 集中商方面 其實怎樣看回 這個中閘集團 那個 接下來的盈利 又會是否真的可以去到 五成至到一倍 其實那個 Range 都很大 你覺得會有多少 五成至到一倍 因為Range 這麼大 所以令到股價 今天反而跌下來 因為如果你說 看回本身 上半年那份業績 他的純利 就說 升成八成 那麼多 所以 如果 出的那個 營起 即是 俗稱 營起 最終出來的純利 只是升得五成 代表 第三季 甚至第四季 的預測 都是一個 倒退的情況 所以 這個營起 究竟是否 真正的營起 投資市場 有個很懷疑 態度 你問我集中商業務的話 我會覺得 下半年的前景 叫做好一點 但是 是不是 對於 2039 股份來講 有一個非常 決定性的 因素 未必完全是 所以 投資市場來講 我想 集團可能 會不會有機會 有些管理層 見記者 或者是 對投資者進一步的息息 我才覺得 股價會有 抽升的因素 所以 營起因素 上限 一定會是好的 但下限很遠 究竟是 未來的純利是倒退 還是本身 是有個增長 這個大家仍在懷疑 所以股價表現 暫時有少少倒退 似乎這個 營起都不算 十分實質 都要看看 究竟是上限 還是下限 現價做 17.14 跌超過1% 謝謝Harry 跟我們分析了 一個板塊 以及2039 剛才提及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 沒有 好的 我們休息一會 專門回來 繼續有直播環節 家庭觀眾不要走開 好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